首先要看的是一個法國的 滷油作家 吉利米 為了表達對臺灣的愛 由十二月十五日開始 是針對二十五公斤黨的 這三太主由台北出發 他要用差不多一個月的時間來 翻到一年 這個路上不少民眾 是來幫他加油 這不是電影 電頭來的設計圍賓 第一是一位來自法國三十二月 滷油作家 吉利米 堅持體驗 因為愛萬泡 又又愛臺灣 所以他跟新店一間廟宇參雄 由十五月十五日開始 說到二十五公斤黨的三太主 萬泡款都傳臺灣 這是一個挑戰啊 然後我就是 我愛臺灣這塊土地 所以我已經 已經環島三次 四次了 對 今天算是第四次環島 都是跑步嗎 沒有 只要但是兩次然後跑步一次 他發現說這個宗教 這個道教文化可以跟我們這個路跑 結合在一起 所以對他來講是一個非常新奇的一件事情 因為二十幾天八百五公斤的條件 一名一家人已經來到東方花園 想起這次路上有幾個月 因為給我們拿來投資 才是什麼見面下去 不過在這次路上都是靠民主教學 常泰祖也請去到三天 有面對很多不同的狀況 大太陽 風 羅上風 還有東北極風 都是考驗我們的耐力 我們的毅力 我們的人心 就是非常非常大的挑戰 背三太子的時候 就覺得你變輕 神地會幫你移動 往前走 神地面講到三太子寬度 萬泡的告示 也開始在北極風中團 要萬泡的民眾 也還會藏目背著走 替他加油 非常地悶 然後視野又那麼小小一點點 然後很悶 然後這樣子 能夠跑八百公里 真的我是覺得他們的耐力跟毅力 真的讓人家非常地佩服 因為山口路中團的關係 神地面一家人拜祿 將會走到太陸過後 全坐火車 坐五季蘭 繼續往北走 他就在十三日來到台北重點 到時將會有一百五十位背著走的人 北東一萬先看到 歡迎五星座品牆 當時家具 記者中下報道